竟然改變他們一生 成千上萬 今天早上好了 我上去聽那個大陸的課程 一上課就多少 就一兩千人在聽 全部都是為了這個 設計發展的努力 而且是從我們台灣 一直到國外去 你不想看 全球這個時間點 每一個時間點都大都很多 為了增加一貫什麼 額外的失去收入 所以在馬來西亞就流行一句話 聽一場演講 有機會讓你一輩子不確信 你要不要聽聽看 真的要聽 因為太多的見證 那這個商業模式 跟你自己聽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主題拿為你人生的什麼 主導權 也就是人生你來自己做主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這下子這個時間 由你自己本身 哈雷琳音生一個小時 你要錄影都可以 哈雷琳音老師帶給你什麼 為什麼可以讓我們人生的主導權 各位 讓我們這一半的心情 最熱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契約掌聲 吳琪聖老師 我們的社群帶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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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中秋節好嗎 好 好 有沒有烤肉啊 有 好的 美人家這個生意呢 它需要你很深的看懂 我在25年前意見美人家的時候 各位很難想像 我放棄了一個月一百萬收入的工作 放棄 各位不要覺得我是一個特例 2011年馬來西亞美人家開的時候呢 我們到了馬來西亞演講 那麼我們第一場呢 就有800人來聽美人家 其中有一個人呢 跟我一樣 他叫Eri Doe 中文叫佐爾金德 他當時做了一家直銷 他在這個公司呢 13年 總共我們領了1億多 當月的收入跟我差不多 也100多萬 最後各位知道嗎 他聽了我一場演講 當天喔 沒有隔天 當天就回去辭職 放棄了他1億多的收入的公司 放棄了他當月還100多萬收入的公司 全部的投入沒了這樣 那現在美人家10年 你知道他成績都不恐怖嗎 10年喔 7年得到總裁俱樂部 哇 另外的3年是得到風引人物 哇 哇 這個叫很深的看懂 對吧 所以晚上呢 我想 借這個主題 讓各位看懂美人家 那主題叫什麼呢 各位可以大聲唸一下嗎 他也聽人生的主套全 我們看一下第一張PPT 各位唸一下 這幾個字 我從你最想要的兩次 對 我們美人家叫 我的人生我做 各位沒有想要這樣的人生 什麼叫做活出你最想要的樣子 我講一個故事 2019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大陸我們團隊的夥伴張超义 他就毅然皆然的逃到 應該講逃吧 因為大陸封城很恐怖嘛 爛野風爛野風 所以他乾脆都逃出大陸 到了泰國 當時候他已經是美人家的西地山的界線 然後去了泰國呢 一去多久呢 三年 在那邊都沒有講美人家 因為那邊太遠他也不會抖 然後也沒有朋友 然後這三年 純粹就是玩啊 就是玩 可是恐怖的是這三點 他的收入並沒有改變 沒有減少 這個就是活出你最想要的樣子 只有美人家 才有辦法讓你活出你最想要的樣子 我剛剛講馬來西亞 艾瑞窦 他聽我演講完 他講了四個字 吐出了四個字 我找到了 各位 他的 各位 也許別人在看他 今天不能來看他 一個非常成功的直銷人 非常非常成功嘛 總收入一億多 夜入百萬嘛 這是令人羨慕啊 可是 他並不喜歡這樣的樣子 為什麼 因為 每天坐牛坐馬 三更半夜 六日不休息 過年也不休息 中秋節還在推薦 他在過這樣的人生啊 所以這樣的人生 其實不是他真的想要的 所以他雖然收入那麼高 其實他還內心一直在尋找 才會聽我講完 每人家講出這十個字 我找到了 經過了十年 我們團隊呢 禮拜一有南海高手 在南海平台 我們會請線上來演講 特別那三年 所以週一晚上 我們都會請亞洲 我們團隊的老師們 來上來分享 經過了十年 我們請他 艾瑞多倫上來 高手在南海平台 分享 竟然他說 老師們 允許我先講三遍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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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開始演講 講了一個小時 講完了 他說 謝謝各位的雲丁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那我再喊三次 才讓我下課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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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從他那麼激動 經過了十年 青春蕩漾熱情不減 依然感受到 美人家那一段熱情 來自於他 我找到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要活出這樣 你想要生活 要早點過生活 要跟誰工作 一天要工作多久 我要一年 要休息幾個月 就是你可能你想要這樣的人生 其實只有美人家辦得到 為什麼 我也來講解 所以看一下 第二張PPT 如何能實現這樣的夢想 只有一個答案 如果你可以獲得一輩子的持續收入 就有可能活出你 要怎麼活就怎麼活 去哪裡活就哪裡活 一個月要旅遊幾次 收走就走個旅行 都是可以的 各位看看這四個象限 這個象限 各位一定聽過 副爸爸熊爸爸這本書吧 對不對 這本書呢是E S E I 如果你是在E跟S象限 上面是上班族 是雇員 有人請 有人請 顧員 下面是S 自顧者 自顧就是醫生的書啊 這直銷做保險啊 做業務啊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你去追錢 就是下面寫著四個字 念一下 做業務 做馬 對啊 可以休息嗎 不能啊 你在E象限 你的時間是誰的 你的時間是老闆的啊 你不說啊 我不爽啊 身體不舒服啊 心情也不好啊 身體不上班 可以這樣嗎 不行啊 S象限可以嗎 可以唯心手藝嗎 這醫生這個書 越有名越嚴重 各位相信有些明醫館上 看不準看到半夜三點嗎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有啊 很多啊 看不完耶 我一個朋友去看 我說啊你長的那我回來了 喔 你看白天晚上三點 要聽聽一下 什麼 清晨三點才回來 那他是偶爾去看命一下而已耶 啊那個醫生耶 他醫生他每天講耶 所以他可以活出到想要的樣子嗎 不可能了 因為他還是繼續做牛重嘛 如果你在這裡工作 一定是這樣的人生的 只有你有機會來到B象限 B象限寫了什麼 四個字上面華色寫什麼呢 前來追 可能追你嘛 就是在持續收入啊 你喜歡你去追錢 還是喜歡錢來追你 還是喜歡錢來追你 錢來追你 錢來追 錢來追 錢四腳 人兩腳 人要賺錢 人要賺錢 賺到百腳 人要賺錢 錢四腳啊 你只有兩腳啊 你怎麼追得上他呢 所以你要悠遊自在過你想過的人生 只有錢來追你 因為這兩個 右邊象限左邊象限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各位知道 左邊的象限就是 一定要你在裡面 我 我在裡面 我在上班 我在開店 我在當醫生 有那個我 右邊的象限 沒有我 他沒有我啊 B象限是系統會理工作啊 I象限是資產會理工作啊 他沒有一個你在裡面啊 所以才會說你去哪裡就去哪裡啊 張超一想要休息三年就休息三年啊 都會的 OK 好 你看看下一張 剛剛說如果我有持續收入 我就會過個我想要的生活 那怎麼獲得呢 很多人問我們 美樂家是全世界唯一一家 各位記住我 唯一一家沒有六家 專門經營持續收入公司 很多人誤以為直銷也有 如果直銷也有 我不會在直銷裡面一六百萬就放棄來美樂家 我就不用這樣子的嘛 你馬上停了他馬上沒有收入 因為銷售的本質就像砍樹 各位知道銷售的本質就是砍樹 每個一歸你的 你不要看一群你跟你做好像你可以不做 no 那很多人問我們 持續收入就是被動收入嗎 這是一個誤解 持續收入就是被動收入嗎 這是一個誤解 因為被動收入這個詞是一個形容詞 被動收入只是在表達 他跟主動收入的一個區隔 可是持續收入是一個動詞 他每個月在進行當中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明白什麼叫持續收入 所以呢 持續收入是什麼呢 他是被動收入 加上每個月會來 加上時間的不間斷 他的含義是這個意思 他不是被動 他一定是被動的 然後呢 他每個月就會來 時間不間斷 所以我們老朋友都知道 每個月報表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業績報表 我們的收入裡面呢 報表這個業績來多少錢收入 其實下面公司被注的四行字 第一行字是 你下隔月將會有多少收入 第二行字寫 你今年大概會有多少收入 很多人沒有看過每人這樣報表 他一輩子沒有看過這樣的報表 看了之後還不敢相信 你的公司會知道你下隔月有多少收入 你的公司會知道你今年總共有多少收入 Yes Yes 這個叫持續收入 所以你看直銷保險 有這樣的報表嗎 不可能哪一個做直銷保險 他知道他下隔月會有多少收入 不知道下隔月是不順利 不知道下隔月你有沒有時間去做 也許父母親生病了 你不要照顧他 你就沒時間做了 上隔月領了三十萬 可能下隔月就沒有了 因為這個月沒時間做 你怎麼可能過了 你想過了生活呢 這不可能的 你就會被所有的因為工作上來牽引 這個叫做真正持續收入 好 那你怎麼獲得呢 來 如何成就呢 每人家怎麼成就的 為什麼講每人家是世界唯一 很多人會覺得我們跟直銷差不多 差很多 差非常非常非常多 不但是差很多 而且是完全對立的 100%的對立 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在12年前 有一個機會台灣總經理派我去香港每人家演講 結果呢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我們香港每人家總經理 竟然拜託我一件事 他說 吳老師我能不能拜託你一件事 我說 說說無法 他說我香港我私人的一個好朋友 他做了一家直銷叫又生辣 全香港逼你 跟你一樣逼入百萬 全美國 全美國 因為是美商公司 全美國收入派到給你 我要請吳老師幫我一個忙 我覺得他很優秀 也很努力 可是呢 找錯平台 能不能跟他講講來每個家 他要我幫他推薦 他這個朋友進來每個家 我說我沒問題啊 可是你要把他邀約出來 這個總經理他沒有做過指銷 可是很會邀約 你知道他怎麼邀約嗎 他跟他朋友說 我給你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台灣來一個很棒的老師 吳其聖 他來演講 明天他就要回台灣了 我今天約他跟你吃飯 你就推薦他去做友善辣 是不是很會邀約 他把這件事情把他講給你倒 我想如果他的邀約詞 就說 我跟你講 你那麼優秀 可是喔 每個家比友善辣好 你來聽聽看 各位猜猜看 他會不會來 不會 一百分之兩百 不會來 因為如果我也不會去啊 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哪一家比每個家更好 他之間我不了解對方 我一定沒辦法答應 所以他剛好講跌倒 哇 曾經來見面了 他非常慎重 怎麼看出他很慎重呢 還帶了他太太起來 那我們就在餐廳見面 餐廳見面之後呢 打個招呼啊 可是那個景象很像什麼 很像霍寶長龍那一部電影 兩個人見面各把一把刀 等一下呢 你好 可是這個刀唱在腰部啊 隨時刀會出鞘的喔 而且刀子是很低的喔 全美第五名 全香港第一名的喔 哇 點完菜 為了拿菜單走 他就拔刀 哇 當得錯了 他說 哇老師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做尤山納 我開始講了 他開始講尤山納的故事啊 他為什麼進語 他說 我當時候在香港 研究了很多家之校 最後兩家做決選 我說哪兩家 一家是美德家 一家是尤山納 哇 我聽到這裡 我覺得他很會講耶 他故意講很多家 最後兩個決賽 然後把美德家踢掉 是不是很會講 很厲害啊 真的很厲害 兩把刷子 對喔 OK 我都聽他講 講了一個小時都沒停 這工生的菜來了 我一直吃菜 吃菜點頭聽他講 他都沒有想要吃的感覺喔 那我看看手錶 一定最後一個小時啊 應該換我講了 對不對 我就說 我都吃飽了 我都沒吃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我被你砍了一個小時 現在換我看看你 對不對 他就開始講菜 然後換我講給大家 沒有想到我才講一句話而已喔 他就愣在那裡 我說好 那時候我們兩個清醒很像 那時候他領了兩百多萬 我也領了兩百多萬 他的組織大概有一千個領導人 我那時候大概八百 八百個中間 那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假如你 這個月不要推薦 不要做友善啊 然後你一千個總 一千個領導人 他不是總監 一千個領導人 都不要推薦 命令他不要推薦 要誰敢去推薦 就嗆幣這樣 那請問你會領多少錢 他說當然是沒有錢啊 因為沒有人在推薦啊 哈哈 我也沒推薦 我一千個領導都沒推薦啊 當然我收入被領嘛 對吧 這個就是指銷 那我問同樣的問題 問我的每家家 給他聽 我說好 同樣的問題 我們上個月收入一樣兩百多萬 我這個月每家 我不要推薦 我命令我八百個總結 都不能推薦 那你猜猜 我上個月兩百 這給我領多少 我當然去領 我說不是 一百八十萬 他們眼睛很像那個青蛙看到燈 弄在那裡 他說怎麼算怎麼算 算掉停 沒有人在做你們 一百八十萬 這個就是每個家 所以我給你看一看 每個家的主義是怎麼來的 其實他是一個消費商連結的三個系統 我們簡稱為系統資產商 所以這中間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談談消費商 做直銷叫直銷商 直銷商銷是銷售嘛 可是美樂就是消費商 他沒有銷售的行為 那什麼是消費商呢 消費商是廣告商家 跟生產商利潤分配者 如果用一個詞分享 消費商一直在做 省錢加賺錢的 機會分享者 傳播者 我在前面 消費商就是一直在 做省錢跟賺錢的機會 傳播者 簡單說 消費商給的不是產品 是機會 我們現在推薦一個夥伴來美樂家 你是給他一個機會來美樂家買產品 你並沒有拿產品給他 各位記得我們就是消費商 所以消費商一定會優於直銷商 因為直銷商很有銷售本質 銷售本質你賣的越多人 那些客戶都跟你連結 他連結的對象是你 我們消費商是客戶跟公司連結 最後我們可以放手 只要他連結成功 我們的客戶 全部愛用者就可以放手 你就會有時間 好 那消費商連結的系統商 美樂家是有三個系統架構而成的一家系統公司 他本身也是個生產商 因為所有的產品都是美樂家工廠生產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V向線是一個系統的概念 各位要明白為什麼美樂家最後會讓錢自動流進來 是因為我們現在消費商連結的系統商 所以把美樂家細細的拆開分解 他就是由三個B系統的系統架構而成 所以我們看看美樂家的系統三個 一個是CDM系統 一個是包月系統 一個是劉克系統 美樂家整個公司就由這三個系統架設而成的美樂家 CDM系統就是我們讓客戶跟美樂家連結 C是消費者 第一是直接M是一個系統 所有的消費者直接跟美樂家連結的也是CDM 包月系統就是每個月三十五點按月訂購 按月就是包月系統 包月系統非常的可貴 等一下下一張我跟各位談 那美樂家呢 包月系統加上了劉克系統 我們現在回購立九十六百線 他怎麼辦到呢 他說後面有一個系統幫你把客戶留下來 那個叫劉克系統 各位知道嗎劉克系統 公司每隔夜都花了好幾億啊 簡單說入會籌兵禮 新人贏兵禮 進來一個月送四千 整個亞洲一個月新人十萬 光新人籌兵禮 公司就花四億一個月 那個才一項而已喔 那個才劉克系統的其中一項而已喔 這一項一個月就花四億了喔 那才亞洲沒有 美國那些其他的十六個國家不說 各位明白嗎 所以劉克系統是劉克系統 是劉克系統的秘訣 他客戶是用系統快留下來 所以認識劉克系統 他怎麼樣會做到這麼厲害 好所以呢 讓各位明白 我怎麼成就持續收入了 事實上最後呢 就沒有女在裡面 整個在運轉 並沒有一個女在裡面 各位明白嗎 最後都交給系統 這個才有辦法活出你 最想要的人生 看看下一張 包月系統無比的可貴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看出每個三數點 這樣的包月系統非常的可貴 各位我們台灣人 我們都知道台灣有一個 佛教的功德會叫什麼 慈禁 慈禁 我們看過慈禁這幾十年來 全世界的災難救災 都是跑第一名耶 政府不管預算還沒出來 人家錢都過去了 物資也都過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有錢 為什麼他很有錢 因為他們的功德主 每個都會捐一百塊 然後這樣的功德主呢 現在算不出多少人 算不多少人 結果沒有辦法算出他們現在多少人 以前說一千多萬 我現在應該是更多 各位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金流 一直一直來一直來 那我就講一個故事 墨西哥的電信大王 卡洛斯 他在1962年 1962年到我出生的那一年 我今年63歲 卡洛斯在1962年大學畢業 跟我們一般人年輕一樣 兩手狂風 窮光彈一個人 竟然他開始弄了包月系統的行業 在2007年打敗世界守護比爾蓋茲 成為最新的世界守護 所以各位可以猜一下 猜一下2007年世界守護 新人就是墨西哥電信大王卡洛斯 他做什麼 他做電信 電信就是一個包月系統 每個人都交集給他 整個墨西哥有幾千萬戶的人 每個人都交錢給他 用他的電信 我們美樂家的總裁 是美國愛德河州的守護 有一年我參加加拿大的總裁基督部 那一年我孩子還在加拿大念書 哎呀 我們總經理說 等一下總裁回來跟我們吃飯 我們說海邊啊 海邊總裁怎麼來 總裁是架著他的飛機 自己架飛機 鋪上自己架然後請司機 我的意思是說他的自己的私人飛機 在海邊的跑道 飛機下來 非常有錢啊 為什麼他非常有錢 現在全世界有幾百萬戶的人 每隔一都買35點啊 各位 這就是報月系統啊 有沒有看到他可貴 所以其實報月系統 其實能夠成就 本身就不容易 那今天美樂家總裁 他運用的日常用品 人們不能短缺不能少 好像我們家不能切水不能切電 不能切電話一樣 把它包裝成包月系統 而且可以讓我們跟他合作 跟我們感覺到這樣的可貴性 如果總裁沒有把它變成包月系統 如果他有把它變成包月系統 他不願意跟我們合作 他一定另走他的自己行銷管道 我們沒有今天的機會 所以對於電話錢來講 對於水費來講 我們永遠都是繳水費的那一方 都是繳錢的那一方 對於水費 對於電費 你都永遠是繳錢的那一方 你永遠不可能是收錢的那一方啊 戶抱啊 求爸爸的這四個象限 你在左邊的象限 那個叫賺錢的象限 在右邊叫做收錢的象限 收錢就是收水費 收電費 收房租 收錢不是你賺來的 錢是來追你的 我剛剛表達這個意思 會不會去看懂這個可貴性 這是所有持銷做不到的 保險也做不到的 所以呢 包月系統的無比的可貴 每個月三十五點 他就是一個資產 所以看懂美人家 就是看懂美人家 每個月三十五點本身 他就是一個資產 然後呢 他就是持續收入 就這樣來了 可是各位明白嗎 總共這樣的系統 公司用的幾百億 才把它架設成功呢 幾百億 架設我剛剛講的 這個系統 這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超乎你的想像 超乎你的想像 OK 好的 那每個月三十五點 就是成就我們整個 美人家 包月系統裡面 就是最大的關鍵 所以我們必須跟各位深談一下 消費三十五點的問題 來下一張 這個問題 如果你的認知完全正確 那你就可能在這裡成就 在外面的人都會認為 你們每天都強迫人從小 有人講很難聽 你一定要買不買不行 外面總共會有一個戶區 覺得公司都要我們一定要從小的那種概念 這種概念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他對為什麼消費三十五點 完全沒有一個認知點 所以我們 各位在推薦新朋友的時候 我想新朋友會常常問一個問題 請問 你們公司是不是 每個月都要買三十五點 會不會一定要這個問題 會喔 請問你們怎麼回答 來 你們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他給你問 你們兩個都要三十五點喔 這個時候他會不會辦加入 就等一下看你怎麼回答 你回答一做 對啊 你沒有聽說過嗎 這樣一回去 對 不要這樣算 我玩不起 你各位怎麼回答 他聽完你的回答 就會很衝動想要加入 各位怎麼回答 來 你們沒有回答 直接請他簽單 簽就對了 講一下 怎麼樣回答是最恰當貼切正確的呢 是這樣回答的 當你問他說 你們公司是不是每個月都要消費三十五點 你的回答是 喔 我們的會員有兩種 一種叫做適用會員 一種叫做愛用會員 你剛剛講的是 每個月都要買的是 愛用會員 那現在的你叫做適用會員 這樣你明白嗎 喔 這樣我明白 我也放心了 來吧 簽一簽 就這樣 因為你解開他的結了 事實上這也是正確的 那他現在沒有辦法感受 第二個愛用會員 他的回購是來自自動自然的現象 他現在沒有辦法感受 因為他帶著一個疑惑 好像被強迫買三十五點的認知 而來問你這個問題 當他真的像你們一樣 現在進來經營了 三五點沒夠用 對吧 那沒夠用 他回來要是用主演的現象 他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所以這個認知很重要喔 所以你來上課 有時候寫一個觀念就很值得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有被強迫從銷 其實每人家三十五點 只是個換品牌而已 換品牌而已喔 然後第二個計畫性消費 從哪裡可以看出他是計畫性消費 從公司不允許你買太多 你不可以買一百五十點以上啊 三十五到一百五啊 這個叫計畫性喔 你要找一下 你要找一下 不要亂買 就說你家裡有 本來買一個東西 買幾千都撒出來 對吧 你保護公司也是這樣太衝動了嘛 你沒有看到東西不衝動啊 可是人家以為人家太衝動不行 因為他有允許你勸購 對吧 所以這個計畫性消費 再來第三個是 每個家沒有綁約 怎麼一起四康 沒有強迫你從銷 他沒有綁約 沒有綁約就是我沒有買 不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手機這個月不繳錢可以嗎 不行啦 那個有綁約 你不能說我這個月都不用手機 所以暫時不繳錢 說不通的喔 喔 不是可以 所以 對於強迫從銷 強迫買 強迫這兩個字的回答是 三個 一 他只是換品牌而已 二 計畫性消費 三 沒有綁約 針對人家問你 你那家是不是一定要買三出點 回答是 我們會員有兩種 各位 私私有兩種 OK 近視也有兩種 一種是假性近視 OK 好 那 正確去表達 相會三出點的問題 表達的一百分最漂亮的是 如何表達 一定要從義務跟權利的平衡去表達 這樣的表達才是一百分的 義務跟權利 就像你來買保單 你買保單嗎 這個保單說你一次要一年要加多少錢 然後你買這個保單有什麼權利 那個就是義務跟權利的平衡 保單就是 你才會一直繳一直繳繳20年 是因為後面有很多的權利要給你 每個家也是 你每個買35點你就有很多的權利 有哪些權利 第一個 你就有五折六折七折的優惠權利 你買35點 日常用品 保健品打七折 對吧 每人保安品打六折 精油打五折 為什麼可以這麼多走透 是因為你買35點 所以買35點變成你的義務 後面這個是權利 各位 你要明白五折六折是什麼概念 那是一個代理商的概念 那是一個經銷商的概念 我們傳統的說 你這個東西不做我給你做代理啊 那你給我幾折 我給你五折啊 你給你代理你給你六折啊 可是後面的是什麼 後面說你一次要買50萬 100萬啊對不對 你做代理你做金交是不是這樣 如果沒有限定說你一定要多少 那每個人都要做代理商 經銷商為什麼 因為可以五折六折嘛 可是後面來的是幾百萬啊幾十萬啊 這一定的嘛 可是每個人差的厲害在哪裡 他一樣給你五折六折的代理商的折扣 跟經銷商折扣 可是要求的只是換品牌的額兔而已 就是你每個人一定會花出去一筆錢而已喔 他就來那當你當代理商耶 如果你懂這個 你會跟每個家拍拍手 我現在可以拍一下 這是真的啊 所以你要明白為什麼要消費35點 這是第一個 消費以後你要五折六折七折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買30點你就會有100%的90天買保證 等於你開心都可以試用啦 這東西拿回去三個月 你喜歡就留下來 不喜歡就退回來 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對不對 你只要嫌太貴啊 不好用任何 anyway 你都可以可推可還 你有三數點你就有這樣的權利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你買三數點就可以獲得新的營賓禮 哇你看我們送給你的明星產品 各位明白嗎 第四個 你就可以獲得經營權 買三數點你可以獲得整個國際經營權呢 你有權利經營每家20個國家都可以 這是你的權利 這是你的權利 再來 你買三數點就可以獲得消費回饋的權利 什麼消費回饋 你加入當你一個當你只是個消費者 然後呢 你贊面老師擺一個消費者給你 你就可以獲得消費回饋 只是因為你也買三數點 你開始有這樣的權利 對嗎 再來 如果你買三數點 我呢 只推薦一個人 你就可以獲得組織兩代七%的權利 這是你買三數點的權利 你叫我推薦一個人喔 我就可以獲得回饋現金兩代七%的 現金回饋的權利 第七個 我只要買三數點 我就會獲得一個持續收入的機會 我剛剛講持續收入多麼難啊 我光要開門見身講持續收入 講好幾張PPT呢 可是你買三數點就可以獲得這樣的經營 持續收入的機會 這是你的權利 買三數點就有權利 再來 你買三數點就可以獲得一輩子不缺錢的權利 每天這樣是讓你一輩子不缺錢的生意啊 你在這裡成功 以後一輩子不缺錢 這是關於消費三數點問題 有沒有學到 OK來看下一張 很多新人 特別要研究來經營的人 都會覺得說 你可以回過三數點可以嗎 辦得到嗎 可以成真嗎 都會有這樣的疑惑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美人家都不存在 為什麼 怎麼去證明 從它的回過率 因為回過率是個結果 它是來體現 體現你每個月回過三數點 行得通行不通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時候我在25年前 各位有請聽過我美人家故事 我的美人家故事 是我遇到我的推薦的豪哥 在華美西街一家餐廳 這中間我們兩個失聯五年 然後呢 巧遇 然後豪哥給我的美人家明片 上面寫著95%回購率 我憑著這個明片 我就決定要做美人家的 我憑著這個明片 我就決定我要放棄 100萬本來的收入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一張明片而已喔 其實我在直銷大學講課很多年 因為我非常的清楚 95%回購率是一個結果 它是公司好 產品好 制度好 系統好 什麼都好之後產生的結果 就像一家餐廳 有96%的回購率 代表它菜好吃又便宜 很衛生服務很好 好停車什麼都很好 才會這麼高 這麼高比例的人 願意再回來這家餐廳吃 這樣各位懂嗎 它第一天不是代表某一個部分 各位 它代表了所有一切綜合的結果 它是一個結果論 所以怎麼樣去證明 30年真的沒有問題呢 從它的回購率的高 去證明它真的沒問題 而且我們經過了20年之後 回購率又增加15% 我當時候結束本來講 它是95% 就像我們考試一樣 其實95分已經很高了 還要佔進步的空間 其實不大 特別我們的回購率 那個更難 更難 事實上每人家體現的是什麼 體現的是直銷的一個悲哀 直銷有一種癌症 但是永遠沒有話異的 叫做回購率低 回購率五個線 把我們96樓線前面的9刪掉 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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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鼓勵的話 它是一個有理論依據 為什麼你一定會在美特加成功 因為會累積 會累積 每個三數點乘上96%等於累積 等於累積 那累積會變成什麼樣的現象呢 累積會變成 每個三家的成功 變成道達至 三個字 念一下 道達至 幾個例子 你這一輩子的夢想不大 只要道達至深 你就覺得成功了 OK 這算是500500戶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新人 聽聞美特加覺得真的很棒這個生意 你就推薦一個 那對於你的總目標500戶來講 剩下499 500建議 這叫道達至的 所以美特加沒有人失敗 只有放棄 放棄都因為這個車子他覺得太慢 坐期間這太慢 這半路就跳車了 他沒有辦法牽執到他的目的地 其實他一定會到的 只要你不要放棄 不管什麼挫折 為什麼任何挫折都不要放棄 因為這樣的擁有權太難等 各位明白嗎 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事情 不是你想要來經營這樣的商務 就有機會進這樣的商務了 所以你人家最可貴的是 你一定會在這裡成功 因為他會累積 各位記住這句話 當你遇到錯誤的時候 你要記住這句話 慢慢他還是會到 那累積特別對一些能力不是很好的人 是一個翻身的最好的機會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能力不是很好 那能力很好你在外面工作的 E向線跟S向線 對於能力不好的人 他們都是每隔月歸零的 那你一定很難成功 因為你能力不是很好 你的工作本身就是每隔月要歸零的 那就更難了 各位明白那個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對自己比較沒有看好的 沒有細菌的 每一家人家咬住不放 每一家的錯誤 就是人家破了水而已 裡面什麼 我第一次到 遇到夏威夷 第一次 那是四十年前 夏威夷因為公司長在哪 那個子孝 哇 公司就是安排夏威夷那個美女 然後幫我們帶花圈 然後跟美女照相 因為去的人幾百個 你不知道嗎 他們照相速度也很快 那個美女在這邊 那我們一個人站上去 站在旁邊 來 還有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照相 來 下一個 來 下一個 來 下一個 你那家就這樣而已啊 他不要我們就下一個而已啊 沒有空氣 他不要我們就下一個 就這樣而已啊 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不斷的認識新朋友 就OK了 就是沒有發生事了 所以美人家沒有投資嘛 沒有失敗這件事 所以美人家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到達次的 他非常的美 他非常的美 好的 來 持續收入 美人家的總結 持續收入來自什麼 來自累積一群老客戶 他們每個月呢 主動向公司訂購 大於等於35點的消費循環 也就是呢 在打造一個現金流 各位 這幾個字慢慢身體會 先看一下車子 1179 1179 OK 好 我們累積 我剛剛講的美人家會累積 所以我們在累積一群老客 他們每個月主動向公司 他們自己來買的嘛 對嗎 你的愛用者是不是他們主動來買 對 一定是這樣嘛 然後他訂購一定是大於等於35點 一個消費循環 簡單說 每個家都在打造現金流 看你那個流量要打得多大 就這樣而已 你這個意思啊 如果你一個月十萬 你就是資深級的 你一個月三十萬 那是資金級的 那如果你要七十萬 那是全國級的 那你要百萬 就像我們這個企業總結 每個月百萬級的 可是那個錢是 讓你錢自動流進來的 對不對 我剛剛講包月系統 真的很像水管耶 你們家的水叫什麼水 自來水啊 自來水是什麼意思呢 自來水是那個水滾得 在你你家很遠的地方 他自己跑跑跑跑跑 從很遠的跑跑跑到你家來的耶 他自己跑來的耶 他為什麼可以從很遠的地方跑來 他借什麼 借那個水管 所以每隔一山書店 就是真的很像水管 所以美人家這個三模 跟自來水系統 真的是一模一樣 只怕你沒有看出來而已 美人家三數點就是一個水管 資深就是接五百支 五百個這個水管 直行都缺一間支 真的是一模一樣啊 看你那個量要多大 你自己決定 這個意思 所以他一直在累積當中 你走目標五百一千 他一直一直在前進 只是前進的速度快更慢而已 那速度快慢 跟你的努力能力人脈 各方面都會有關係 但是你自己來創業 OK 這是我們持續說 就是這樣來的 OK 來 下一張 這張很美 各位來念一下題目 我寫這個題目 我都覺得很感動 來寫一下 講一下 念一下 這一次是真正好一條 光題目的 哎 水但流汗了 真的 為什麼我跟我剛剛講 那個 組織的例子 我們為什麼聽到美人家 我們都要忘記一百萬的收入 一般人看來好像瘋 你當作出笑 但我們是笨的嗎 不是吧 我們有能力做一百萬 大家看来不会混乱 因为来美德加的成功会引众不同 在美德加成功跟外面直销保险任何行业成功 哪里不一样 四个不一样 第一个 来念一下你们念比较有力量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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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定来 没定来 上礼拜我们这里请陈俊龙老师帮我们分享 陈俊老师卖书28年 赚了也赚了好几亿 可是他有一个感触 这么拼命的拼28年 只是因为做销售的工作 所以他还是得重来 就是这样 那我们企业总监 我上企业总监已经12年了 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了 我不需要重来 不需要重来 因为我们是累积的 第二个呢 来念一下三个是 可累积 这里的成功可以累积 离开每个家的外面那些 是不可累积的 都是每个归零的 因为他们在E跟S上线 他们怎么会累积呢 要明白这里的成功不一样 第三个来念一下 解决一辈子才会有问题 一老有益 一次解决一辈子才会有问题 是不是很像自来水 自来水是那个水管 只要接一次哦 你这个房子一辈子都不会再缺水 不用重来 所以其实我当年二十几年前 每人家我曾经讲过一个主题 浪浅自动流进来 可是别人眼中会觉得说我们太夸当 其实如实 真的是这样 OK 第四个来 成功 看一下 全方位就是 你每人家 你人生的所有的梦想 这里通通都有啦 没有钱 时间 家庭有 时间去旅游 有时间陪爸爸妈妈 你想去当牧师 你还要去念博士 疫情来了 你想逃去泰国三年 都随便你的 这叫全方位 真的是这样啊 我刚刚讲的都是 我们老师们的故事啊 我们台南有一个牧师 静美跟教会请教说 要来做美乐家 是因为他想要上美乐家的执行 然后要回去当一个有钱的牧师 什么意思呢 他当牧师有时候在教会都要募款啊 可是他是说每次募款 我自己都没有钱啊 因为他自己没钱 但以后要募款的时候 他说我先拉下 我一万 你们五千 我干杯 你随意 对吧 真的耶 那美乐家三年他上了执行耶 你看 只是为了当一个有钱的牧师 都可以的 你所有的梦想 只要 你这一生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就把美乐家做成功就好了 你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因为时间跟金钱都掌握到你手上 各位 所以你那是非常的美 所以就会 这一张是最后一张PPT 这一张就来呼应我的第一张PPT 活出你最想要的样子 你要怎么活就怎么活 一开你的家 门都没有 而且会越来越什么 越没有办法掌控 叫做人在江湖怎么样 身不由己 就会变成那样 你要贪那座 谁跟你要贪那座 你就会进入人在江湖 那是因为跑错向先 你没有在理想先 所以这一次的成功一种不同 只有在这里成功 你才会拿回你人生的主导权 今天的时间非常的快 因为颜老师7点15就开始了 所以我也讲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今天还很早 等一下还可以继续考虑 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 我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